Hello,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像这个荣城这边呢,就是给大家聊一聊 荣城这边呢,就是最近二三年发展的就是像这个房地产的区别于渭海 像渭海呢,只建一个楼盘 像这边呢,现在就是建了很多的小区自己带了很多的免费的一些配套 我感觉这点很好 像现在呢,有的人会说,就是有的人在评论区很多人在说 是渭海又多繁华,要超过荣城很多倍,人又多 像荣城那个相对人口少 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是一般像来这个城市来买的一般都是老年人居多吧 像过来找一个环境好的,空气好的,也不都是从大城市来的 太想去这种人多的城市嘛,我感觉还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一会呢,我给大家拍这小区的配套,往我再上这个楼上呢,去给大家拍一个110瓶子,三巨石 我给大家拍拍户型 你看这个小区哈,我转过身来,身后这个就是公园 公园前面呢,就是沙滩和大海,就是一路之隔 而且这小区,你像这种这个业主食堂啊,还有这个家业乐超市啊,等等吧,配套 你看这个,我身后这条街上,业主食堂,超市,咖啡厅,像这边还有一些配套 我现在把镜头撞过来,大家拍拍配套 最后呢,我去也拍后行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小区配套的一条街 棋牌室,健身房,统区屋,深月中心 还有文化院,手工作坊,社区医疗 棋牌室呢,这里边都像台球啊,乒乓球啊,麻将啊,屋子棋,围棋等等都有 它这个健身房,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啊 它这个健身房呢,就是健身器材,非常非常好 因为它这个配套太多了,我就不进去给大家拍了 咱们往下边走呢,就是在这个楼下,有咱们小区的咱们业主餐厅 后边这栋楼的楼下呢,就是有咱们这个家园月超市 还有咱们这个咖啡厅,整体的小区出界,就是咱们的海 公园前面就是沙滩和大海 这个小区呢,是坐北超南的,正房 而且这海呢,是咱东向海 现在我上去给大家拍一个编雾110屏的一个三居室 我去给大家拍一拍,咱现在来到楼上啊 这是一梯两屋,这个呢 是93屏的一个户型 这个是一个110屏,三室两厅一位的 先拍一拍这个户型 这一进来 右手边餐厅,南向的客厅 这是厨房 这个厨房还是比较宽敞的啊 这个厨房还能看见前面的海 北向呢,还有两个卧室,两个次卧 两个次卧 这客厅和餐厅比较舒服 呃,卫生间是在这里,有窗 这是一个干湿分离的,这洗澡的一个位置 呃,这个现在是这个样本间是坐在酒楼 呃,前面海 这是主卧啊 呃,南北通透的一个全屏户型 客厅 客厅呢落地窗 你可以关海 这个房子呢,就是 呃,可以这么说 就是在这个小区里边啊 户型还是比较不错的 第一,它是编户 而且它真正做到了一个全民户型 南北通透 啊,南北通透这么一个户型 而且呢,就是说 呃,像这个户型 现在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了 呃,现在好像十七十八 呃,十八十九 还有这种户型 这是次卧 呃,像这个小区的亮点呢 可能就是周边的环境好 呃,自己的配套好 呃,再一个就是它的品质 装修啊,包括它这个建筑质量啊 包括园区啊,做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端的 在荣城算一个高端路盘了 呃,可以说像去年来说的话 像这个小区应该就是说 来荣城看房子是必看的一个小区 行,这期视频呢 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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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